还要看到是马路上的惊险状况了 在高雄有一位73岁的莫姓驾驶 在昨天晚上他开车行进左营区 疑似在切换车道的时候 不小心撞上了分隔岛 随后整辆车直接四脚朝天 就翻覆在路中间 索性人一时是清楚的 而另一头在男子区 则是一位女子他骑车出门 但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到 先撞上了停等红灯的轿车之后 自己又连人带车的跌进施工的寒冬当中 马路上车辆停在路口 准备左转就见一辆灰色轿车 越开越偏 下一秒撞上分隔岛 整辆车向右侧翻 四轮朝天停在路中央 瞬间呈烟四起 警销货报首要任务 赶紧将受困的驾驶救出 有人帮忙扶车子 医护人员则放好单架 随后这件驾驶 缓缓从车窗内爬出 右手臂的衣服还有血迹 车辆车可四散 水泥分隔岛也有些受损 事发在二十四号晚间六点多 高雄左营区七十三岁的 墨星驾驶开车行经自由入食 疑似切换车道不慎 发生事故 尽管人无大碍 但一度造成交通拥塞 花了两小时才排出 另外在男子区 则有骑士撞了人掉进洞 眼看女骑士 倒卧在工地的寒洞里 救护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费了一番功夫 在大家的协力下 总算将女子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 原来掉进洞的 不止女子还有机车 事发在二十五号早上九点多 张姓女骑士行经后长路时 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 先撞上阵在等红灯的驾驶 随后自己又连人带车 跌落管线工程的寒洞中 好在人意识清楚 只是开车骑车 还是得多加注意 避免损人优伤机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